好 改善薪资结构是政府的难题 但是如果要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 很多人靠的是投资 我们来关心一下美股收盘的最新消息 主要是美国9月零售的销售数据 优于预期反映了消费力道强劲 再加上台积电的法说超强势助攻 所以美股17号收盘涨跌互借 道琼指数上攻了161点 再度创下新高 至于台积电法说公布利润超出了市场预期 还预计说第四季度的营收 会在AI晶片需求的推动之下大幅增长 所以台积电EDR中场就飙升了9.74% 连代史的半导体科技股呈现一片乐观 回答上涨了0.89个百分点 而微软 苹果 英特尔 超微等统统收涨 据晶片股的回暖会不会带动今天台股上攻 外界非常期待 其实这些推升动力 大家都觉得跟台积电法说有关 昨天终于登场了第三季获利刷新的历史记录 第四季的猜测也优于预期 所以其实法说当时都还没有开完 台积电ADR就已经涨了 当然也带动了相关的像是博通通通上涨 而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也说了 因为AI需求相当强劲 渴望维持好几年 这也让知名半导体陆行之推测说 台积电第四季的EPS应该可以来到试试款 台积电营运成绩单终于开奖 第三季写下时尚最狂单季表现 获利三千两百五十二点六亿元 EPS大赚超过一个股本 年增幅优于分析师预期 毛利率 营益率都飞越财测高标 第四季财测营收中位数 计增约百分之十三 全年美元营收预估也从年增百分之二十四 到百分之二十六 调升到百分之三十 毛利率挑战六成大关 预期今年伺服器AI处理器 贡献营收成长超过两倍 惠中法人一改过去 问题集中在技术基本面 这次炮火猛攻 毛利率和明年资本支出 就是好奇在这样疯狂的AI需求下 台积电到底预期可以成长多少 无奈台积电数字 还无法透露 前外资分析师陈慧民认为 这次整体展望优于预期 台积电法说会行情 涨势能否延续一改前两次 汇后下跌的状况 就看法人有没有得到理想答案 最新的状况就要怎么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